南极至今仍是人类足迹罕至的神秘之地 如果外星人在地球建立基地 研究者提到最多的地方就是南极 然而 上个世纪90年代 喜马拉雅山也有了关于UFO目击事件 到了本世纪 喜马拉雅山UFO目击事件被报道的次数有所上升 难道外星人基地选择建在了这个充满诡异和神秘色彩的地方 喜马拉雅山位于中国大陆和尼泊尔两国的边界线上 上个世纪90年代 喜马拉雅山就有过UFO目击事件 到了本世纪 喜马拉雅山UFO事件被报道的次数有所上升 这可能与人类航空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有关 但关键的问题是 首先喜马拉雅山的是UFO聚集的地方 而且人类航空技术有长足的发展 具备这样的条件 才有可能越来越多地遇见他们 不久前 隶属于尼泊尔空军的一架直升机 再一次拍到了喜马拉雅山尼泊尔一侧 UFO出没的画面 而且是几架UFO集中出现 从这次拍摄的画面来看 这些喜马拉雅山UFO是典型的叠状不明物体 尤其是将镜头拉近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些飞碟上面都留着窗户 一个紧挨着一个 这次尼泊尔空军直升机遇到的UFO 其叠形的直径非常大 足有数十米长 在拍摄中 空军飞行员发现这些不明飞行物 可以突然飞近或飞远 也可以不仅不慢匀速飞行 在观察中 空军飞行员始终无法听到他的声响 无法判断出他靠什么动力进行飞行 这些特点让人很容易得出他们所拥有的科技绝非人类所有 这次拍摄到的喜马拉雅山UFO比较集中出没的地点 是在一个有4700年历史的巨人山附近 研究者把这里称作巨人山 是因为科学家在这里考古发掘时 挖出了很多身长在2米4、5的古代巨人 这些巨人是谁 为什么UFO会集中出没在巨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巨人的后裔又去了哪里 这些碟状的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研究者的好奇心 难道说 喜马拉雅山也有飞碟的基地 而操控他们的难道是哪些巨人吗 而这一切问题还有带人类进一步去发掘 也许有一天 人类可以扫描整个喜马拉雅山 到那时 UFO基地或许就能被发现 也许哪些消失了的巨人 也许会再一次出现 若真的到了那一天 那么 所有关于喜马拉雅山的神秘面纱 都将被彻底揭开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